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金亮 你觉不觉得李玉华的脚扭伤 是一个不觉啊 你就认定这事是他干的 是吧 这有可能是 他跟凶手演了个双簧 用救你一命的举动 来换取你的信任 掩盖他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 我不要听有可能 给我证据 我的直觉 我感觉他一直在演戏 金亮 你不要忘了 他可是著名的昆剧表演艺术家 你已经被他高超的演技 给迷惑了 我看你是被你个人情感 给迷惑了杜雪英同志 我知道 你还一直爱着他 可你为什么 就对我视而不见呢 我也是个女人 我和你还是战友 你妈妈都说了 我们俩志同道合 很般配的 我只知道我们俩现在是在工作 我只知道工作的时候 不能夹杂私人感情的 如果夹杂了私人感情 这事就没法办 案子也破不了 这话应该对你自己说吧 你现在就是把私人感情用到工作上 李玉华的阴谋已经那么明显了 可你还是心甘情愿地一直被他蒙蔽 被他欺骗 我们的工作失误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这个档案员是个留用人员 有赌博的嗜好 敌人很可能利用了这一点 刘安藏 时期 敌人已经把目标对准你了 你放心 杨部长 我什么都不怕 杰梁 杰梁 没想到 杰为了郭剑梁 我 连命都不顾 李玉华在医院救了剑梁 张子和意外死亡 都发生在同一天 这也太巧了 端木科长 我下午跟剑梁说的时候 他不相信我 我一直觉得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李玉华部的局 我们应该马上抓捕 我呢 问过医生 医生说了 李玉华确实是在排练中扭伤了脚 杰英同志 就凭李玉华这次舍身救了剑梁一命 他就不应该是设计害剑梁的人 那他也可以 假装崴脚 设计一个圈套 喂 郭处长 李玉华在医院不见了 李玉华不见了 对 好 我马上过来 你们看 我的判断没有错吧 李玉华肯定有问题 先去医院 姐 你下午在什么地方 怎么了 姐 剑梁下午被袭击了 你在哪儿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剑梁被袭击了 我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你不要再骗我了 你离开了浦江三年 一回来就一直在问剑梁的事情 你到底想干嘛 姐 你怀疑我 你在利用我 姐 我利用你什么了 玉成 我觉得你这次回浦江很不对劲 但是我告诉你 剑梁他们一家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你做什么都不可以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你知道吗 姐 你越说我越糊涂 我听你的话 昨天刚到军馆处登了机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保命 我刚从福建逃回来 我跟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是我姐 为什么偏偏你怀疑我 你看到我向郭剑梁打黑枪了吗 你怎么知道是用枪 你既然不在场 你怎么知道是用枪袭击他的 你刚才说过剑梁被袭击了 当然是要用枪了 当然不只是用枪 匕首 棍棒 手雷 手榴弹都有可能 怎么可能单单只是用枪呢 姐 你跟特务老头子在一起时间长了 还真是越来越精明 你在说什么你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在背后为你流了多少眼泪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 姐 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 我干什么了 告诉我 你这次回来 到底要干什么 姐 袭击郭剑梁这样的人 如果不用枪 用棍包 用匕首 是不是太幼稚了 郭剑梁是公安局证保处的处长 不是一般人能接近他的 可是你不是一般人 你当过兵 可能还干过更大的事情 随你怎么想啊 你的枪呢 姐 你还不相信我吗 culosis 你去上面 你嘟了吗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也不相信我 我住院的事情吗 我要知道你住院了 我早就去看你了 行了 你回家吧 我自己回医院 你回家吧 你怎么过来 我去找他 你怎么过来 你呢 这儿 您等我 我们去找你 我这儿 你怎么会 他们去找我 嗯 您快去找我 我去找你 你就是找我 但是我去找你 你去哪儿了 玉华 我出去走走 透透气 我们可都担心死了 连郭科长都来了 这医院发生了枪击案 谁都不愿意待在这儿 李玉华用药的时间到了 走吧 小丽 准备药 好 枪 什么枪击案件啊 这个邝美丽是不是过于紧张了 看来这个邝美丽小姐 不知道枪击的事情 李玉华跟国民大有瓜葛 这件事一定跟他脱不了干系 可是这个李玉华去哪儿了呢 要想知道李玉华去了哪儿 就应该像我说的 给他上手段 保证他什么都招了 那不行 这得军委会批准 那不好 一号首长还要批呢 你去查一下邝美丽有没有作案时间 好 报告 进来 邝美丽昨天下午到晚上 确实在鼠秀店里忙他的生意 那你在医院走廊上看到的那个并且没有追上的人就是枪手 你一直对我受有防备 我只是想保护你 我就是 建令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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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次你回蒲家很不对劲 见谅他们一家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你做什么都不可以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你跟特务老头子在一起时间长了 还真是越来越精明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在背后为你流了多少眼泪 你就是这么毁谤我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芝啊 我胡志云只有你一个女人 我绝对没有别的女人 可是人家说了 这浦江的风都是香的 我这一个从乡下来的 春芝啊 我胡志云深正不怕影子邪 那外面敌人哪 特别狡猾 天天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射圈套 让我往下跳呢 不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忙的那都是革命工作 我们是公安哪 那外面社会上乱 是不是得我们管 再说了 我这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的 我哪有心思想别的事 是不是 放心吧 我这心里边只有你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好吗 你呀 在家好好歇着 别乱跑 我也别乱 知道吗 好 我走了 那你慢点 别乱跑 知道吗 真的有那么忙吗 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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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干吗呢 同志 你看听我家男人 胡志云进去了吗 吴ικ这儿 大概十分钟之前 我一直在这儿 没见过他 胡志云真是去哪儿了 梁春之人有些晕眩 他不愿意相信 胡志云对自己有所隐瞒 梁春之觉得 胡志云真的在外面 有女人了 与此同时 胡志云还在司马路 寻找着黑之男的下落 进来 简谅 从张子和身体里取出的弹头 通过技术比对 跟最近市里发生的枪战 射枪案都不是同一个弹道 薄朗宁 对 卖点心的女人用的薄朗宁 和爱卿用的也是薄朗宁 这张子和用的是科尔特 这把薄朗宁和我母亲身上的子弹 是同一弹道吗 不是 虽然他们都死于同一型号的枪 但是通过技术比对 都不是出自同一把枪里面 但也不能说明不是一人所为 这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敌特案件 所提取的子弹 做出的检验结果 您看看 根据这个鉴定结果可以得出 袭击我 袭华 我只是想保护你 建令 杀害李小虎 还要杀害我母亲的 应该是三个敌特 第四个敌特应该是杀害何爱卿和弹案员张子和的 而这第四个潜伏在我们当中 第五个应该是我认为一直没有死的陈梦 这五个为首的敌特分子编织了一张大碗 其终极目的 是暗杀浦江政府一号首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密局的柴老姓 建良 你分析得很细致 我们就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手段 目前这五个敌特 我们一定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把他们拿下 来保卫浦江的和平与稳定 胡志云审讯刘忠绪的情况有没有突破啊 没有结果 那匿名信的情况呢 继续派人在油桶附近监视 匿名信的报告已经出来了 是用最新的浦江晚报粘贴的 由此可见 这个人是在极力地保护自己 浦江晚报的销量非常大 要想找到这个买报的人 实在是大海捞针啊 可这个人到底隐藏着 多少保密局的情报啊 是你救了郭建良 你以为共产党会相信你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你是保密局少将老头子的情妇 少将老头子手上 沾满多少共产党人的鲜血 什么时候把东西交给我 你知道 是谁刺杀郭建良的吗 是你血脉相连 魂牵梦营的亲弟弟李于成 你要是再不把东西交给我 上风追责下来要制裁我 我只能把你弟弟刺杀郭建良的事情 告诉郭建良 让郭建良把你和他都抓起来 我来陪你们做共产党的大牢 但是 你亲弟弟 就会被共产党给枪毙 我要亲眼看着你亲弟弟被枪毙 我要去我的店里了 共产党一定在调查我 万一我要是被共产党发现了 你的亲弟弟李于成 也会被一锅端了 我走了 我走了 真是郭成 他怎么能这么对见了 他怎么能这么对见了 可惡 不行 我要找他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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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小姐 好 给你请 谢谢 姐 我来看看你 进来吧 姐 你的身体还没有康复 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万一天了心伤怎么办 我这不是记挂你吗 你在姐的眼里 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整天都要替你操心 那天打了你一巴掌 你不会还生姐的气吧 我怎么能不生气 这年头 还没有几个人敢打我 不过看在你真诚来 道歉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 这么小心眼 跟姐姐还计较呢 那这样 姐补偿你一下 你去买点菜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不用了吧 太麻烦了 我们下馆子吧 你不是最爱吃 姐做的菜吗 这么多年没吃了 不想尝一尝 好 我就试试你的手艺 有没有长进 我去买菜 嗯 苏晨所说的话 令李玉华无比揪心 他知道 李玉成是国民党的人 却没想到 他人辱保全的弟弟 已经成了杀手 分别多年在此回到浦江 是为了执行刺杀任务 而目标 正是多年来 带他们如同血情的大哥 国建亮 这个正直且智慧 善良又坚定的兄长 是李玉华心酸人生中 最明亮的光芒 是他愿意用生命去保护的人 郭母对自己和弟弟 视如即出 这份养育之恩还没有回报 郭母就已经因为 自己的懦弱与自私 而被郭明大害死 现在 李玉华绝不会放任李玉成 再犯下杀害兄长的大错 李玉华没有找到任何 与暗杀有关的东西 他不禁怀疑 会不会是苏晨故意骗自己的 如果玉成不是杀手 他回到浦江的打算是什么呢 要怎样才能劝服玉成 想见谅坦白自己的身份呢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玉成 玉成 多吃点 姐 你把老头子留下的黑包拿出来吧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逃走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有什么黑包 再说了 你往哪儿逃 你可以逃哪儿去 广州香港 云贵川都可以 你以为蒋介石他们还可以打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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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成 我知道你这次回来的目的 但是你不要让我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好不好 你要不拿出来 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所以你只有彻底向共产党投诚 改变你的立场 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不然 你迟早都会坐牢被枪毙的 好 红包车 那我先走了 好的 好好照顾自己 嗯 走吧 看着姐姐远去的背影 李玉成的心里非常忐忑 他怕姐姐知道自己这次回蒲江的真正目的 也隐隐担忧着 这次的刺杀行动 会牵连到姐姐 姐应该没发现吧 来 建亮 今天怎么又没开门啊 去祭祀医院 好 请进 请进 建亮 我最近 总是一直想着骂 她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梦里 从小到大 妈妈对我那么好 我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说我对不起她 我太对不起她了 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她已经走了 但我想她希望你能够勇敢地活下去 别这样 我比你心里更难受 可是我们要面对你 对吗 对吗 况且你真的很勇敢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 我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念说话的 郁城来看过你吗 没有 我不要她来看我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看我 包括你 杜雪云说的没有错 我就是个灾行 你们谁靠近我 谁就会出事 你走吧 我不想参与你们任何事情 我只想顾好我的生活 也好我的心 郁城不能来 你也不能来 你们离我越远 我才会越安全 你们只会增添我的烦恼和负担 走吧 你赶紧走 我 有阔美丽照顾我 我很安全 郭科长 你来看玉华姐呀 你对玉华姐真的是挺关心的 我替她谢谢你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等在这儿就是为了跟你说一声谢谢 我听玉华说你照顾她照顾得很好 这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的 邝小姐好像很喜欢这条司机 我见您一直带着 是 郭科长没有忘记 我现在正在写我的小说 盛庄女人夏天的爱情 我还在体验人物 怎么会忘 就是说你小说里面的女主角 会一直带着一条这样的丝巾是吗 是的 她一直都穿着盛装 那盛 盛庄女人夏天的爱情 对对对盛庄女人夏天的爱情 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是个很戏剧很矛盾很磨蹬的爱情故事 戏剧 老的老的老的 符合这个时代吗 一定的呀 很现实的爱情故事 爱得死去活来 爱得很悲壮 爱得很现实 嗯 不过在现在这个社会 应该每个人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爱情 就算是你的敌人 他也应该拥有爱情 我说的是情感上的敌人 你听懂了吗 我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人物 郭科长 那你们俩先聊 我先照顾一下玉华姐 等一下 怎么了 我们郭科长现在已经不是郭科长了 他现在是郭处长 我想告诉你 不管什么人 都阻挡不了我们解放全中国的脚步 也阻挡不了组织 对我们郭处长的信任 郭处长 恭喜你啊 郭处长 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 那会儿玉华姐跟我介绍 郭处长还是侦察科的科长 这都是历史吗 现在容身为处长了 恭喜恭喜 那我去照顾玉华姐了 辛苦了 没事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什么 能不能 呃 能不能 你她要 要ahn 她要是能不能 你 也能不能 你答应 有什么 你 医人 他们来看你 是为了监视你 只有我在保护你 医生跟我说了 你的病可以回家养着 我不愿意他们这么监视着你 这人还是太大姐 你还没有做的 这就是 可能有一 Blood 我没看到 你应该是真的 都怪你 你这就是 你还在那里 你那儿 你还在那里 你们哪里 端庄 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我觉得她不像是一个 女人 不是女人 我总感觉 她身上有些男性化的特点 算了 也许是我女人的直觉吧 你醒了 我给你准备了水果 还有一些糕点 赶紧吃点东西吧 吃完东西恢复好体力 你才能好好排练 不是吗 我再也不会碰你一根手指 有可能再也不会威胁你 我再也不会碰你一根手指 我再也不会碰你一根手指 我要好好伺候你 伺候好你就可以好好去排练 好吗 我在这里 祝你演出成功 我再跟你说一次 不要再想着国家亮了 我都不要二十多 老书 嗯 刘仲勋 你回去要继续接受教育 好好思考你所犯下的罪行 别想蒙混过关 带大家下去 是 你有没有 无论 我没想得了 谁 走 杰络 胡科长 朱科长 前两天我路过百货公司 看见有买这个的 顺便给你买了两个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喜欢吃吗 我买来送给你 无功不受录 你为什么要 无缘无故地送我东西呢 你现在不是负责刘忠勖这个案子吗 浮江一号大案 刘忠勖是重要的案犯 可见组织对你很重视啊 刘忠勖的水很深 一定交代了不少东西 这下你又要立功受奖了 他都交代什么了 彻底吗 感谢观看